纵观辽宁拿来阵容毫无疑问 杨明急需调整的就是内线位置 因为随着高尺岩的回归 下在即辽宁队后卫线 他也将会人才记记 对吧 无论是郭爱伦 赵纪伟 高尺岩 甚至是福格吧 他们都是具备打手法的能力 至于封线张震灵回到辽宁队的可能性很大 毕竟他的能力是很难冲击NBA的 在这种情况下 辽宁队也不缺少封线的力量 而内线方面 韩德军年龄已大 能够扛起大旗的只有富豪一位本土球员 可富豪和外员莫兰德的技术特点是相似的 这也会给杨明在战术布置上带来局限性 因此来看杨明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韩德军的接班人 目前有媒体爆出辽宁队会在 秀赛机签约周期或者是签约刘传星 但考虑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辽宁队想要签约以上的辽宁球员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关于周期有消息 上辽宁队并无诚意将其出售 至于刘传星聚息 有很多俱乐部已经盯上了他 辽宁队的财力恐怕是很难在争夺战中胜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杨明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广告队的内线球员李延哲 李延哲是一名00年出生的小将 今年刚满22岁 从年龄上来说他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另外 李延哲身高2米1 体重在270斤 与韩特军年轻时期的身体调教变成相似 除此之外 李延哲的技术特点也颇有韩特军当年的风范 脚下技术灵活 挡拆意识出色 而且在场上很有灵动性 可以肩负起创联进攻的重任 当然广州队主要练 郭志强肯定不会轻易放人 如果杨明可以拿出一个护理共赢的筹码 这笔交易还是很有可能实现的 以前广州队最缺少的是封建的力量 所以杨明可以用张震琳来冠取李延哲 应该会是郭志强最愿意看到的筹码 那至于合同的细节 杨明与郭志强他们完全可以参考一下 高师岩与朱镕镇相互租借时的一个情况 各位听众朋友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看到